这里是苹果之乡 黄桂石石酒店9亿元 这里是黄土高原优生苹果最佳栽质区域 又脆又甜 这汁水特别多 当地的创业者们利用静宁特有的资源开展苹果种植 形成了产供销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时下风收记他们是如何创收致富的呢 敬请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现在呢是在甘肃省平梁市的静宁县 这里呢正在举办中国苹果首届产销峰会 即甘肃平梁国品贸易大会 大会呢是以绿色持续共享发展 静宁苹果汇集全国为主题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通过这次大会 向大家来展示静宁特色产业的魅力 2021年10月15日 中国苹果首届产销峰会 即甘肃平梁国品贸易大会 在平梁市静宁县开幕 这次大会搭建了苹果产销精准对接平台 对于扩大交流合作 延伸产业链条 促进现代果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推介会上 静宁苹果相关产业摩拳擦掌 都希望趁着苹果丰收的东风 打造静宁苹果品牌效应 传播静宁苹果的美誉度 这里展示着甘肃苹果各个品种 每个苹果上面都有字 看这个 幸福美满 这个是福禄寿喜 每个苹果都有一个很好的含义 咱们往这边看看 这个叫蜜翠 这个名字听着就很甜 低处北纬35度的静宁县 天然的具备苹果种植的气候 土壤光热等优势条件 用当地人的话来说 就是老天爷赏饭吃 自四十多年前引入种植以来 苹果已经从外来户 成长为静宁县的特色产业 静宁也成为全国百万亩 优质苹果生产大县 以及远近闻名的苹果之乡 静宁是高海拔地区 日照时间长 周围公差大 光照充足 特别是造就了静宁苹果 干 甜 脆 这个特点 自然的成分 使得苹果的糖度高 糖酸笔和梨 说的梨就吃起来口感好 当然它的色泽鲜艳 你看它的红色 这个就是还有都非常好 再就是它的果腥 也是非常完美 这是就是中国最好的苹果产区之一 如今静宁苹果成为 甘味农产品的头号代表 拥有较高知名度和市场影响力 所以此次中国苹果首届产销峰会 静宁苹果当仁不让地成为了焦点 它们品种主要有一个富士 这个是富士 富士 花牛 花牛 琴冠 这是琴冠 琴冠 黄江江 黄元帅也叫 这个是琴冠 这个是富士 我这个看着两个好像差不多的样子 怎么区分 但是富士和琴冠以后的一个 富士以后的宝皮表皮比较光亮 就说这个以后的话比较粗糙一点 你手感以后的话这个比较绵绕 这个比较粗糙一点 这个粗糙一点 还真是有颗粒感 这么分 这个粗糙的是琴冠 这个滑溜的是叫什么富士 对 他叫静宁国 一名退伍军人 1997年 静宁国立足本地苹果种植优势 带头创建有机苹果示范基地 成立专业合作社 带领乡亲 创收致富 季总 咱们大概种了多少亩这个苹果树 1600亩 我看咱们这好像是有点像那种 梯田式的这种种植 是咱们这块的一个特色吗 咱们这边也会换 3D梯田这种果园比较多 它光的通透性好 然后做苹果的品质就好 就光合作用就强 是 是吧 咱们这边海拔大概是多高 1700 那周园温差也是很大的 是 很大 10度左右 土质有什么特点吗 黄棉土 很适合以后苹果的生长 的一种土 是一种偏碱性的土吗 是 咱们测过吗 大概这个值 咱们大概是7.5左右 你看地上铺的这些反光膜 这些反光膜 这个以后都通过这个反射以后的话 不仅以后太阳光直射以后的话 这个能够以后的话找到 而且的话背面也能找到 所以的话 就整体以后的你看苹果它就 没有以后没颜色的地方 那我尝一个吧 现场尝一个 好吧 随便摘一个 看 这又大又红 擦一下 咱们现场吃一下 特别甜 又脆又甜 而且汁水特别多 是的 因为我们这边的苹果 以后是3D种植 所以的话 其实吃起来 你就感觉特别甜 并且的话是有机种植 这样以后 连皮一块吃 你连皮等一块吃 吃完以后的话 对你的身体健康 很有好处 皮里边可能晒石纤维比较 对 金玉果敏锐地捕捉到了 苹果产业的发展趋势 他创建了果品公司 一方面指导果农生产高品质苹果 一方面有效对接果商和市场 很快 静宁苹果迅速占领广东川鱼等市场 一时间供不应求 果价倍增 一大批村民依靠苹果产业 走向了致富路 金总咱们这个胜果期 母产是多少斤啊 母产大概是5000斤左右吧 5000斤左右 那一斤卖多少钱啊 像今年应该是正常就3块钱左右吧 3块钱左右 那咱们都一般卖到哪里啊 在国内以后的话 像西南市场比较多 你比如说这个重庆啊 成都啊 国外的话 就地坡啊 这个蒙加拉啊 这个马来西亚 印第啊 这些国家比较多 静育国的苹果之所以能立足国内走向国外 是因为它自办有机肥料厂 用有机的方式种植苹果 让苹果保持最初的味道 静总这个就是咱们种植苹果用的有机肥是吧 是啊 用什么做的 主要是牛羊粪 和鸡粪啊 这些啊 什么鸡粪片 咱们以后和当地的养殖户 签订活动 它每栋大概是个300多块钱吧 然后的话 我们卖过来经过以后的发酵 制作成的 大概要发酵了多长时间 大概以后的10天左右吧 2020年 静育国打造了属于自己的苹果品牌 推动静宁苹果 远销国内30多个城市和16个国家地区 进一步增加国品附加值 增强了静宁苹果市场竞争力 提高了静宁国品知名度 我看咱们这块的苹果品种特别多 哪个是卖的最好的 税红青瓜嘛 小堆的药药不是很大 每年没地很好 菜药狗还没加后 木材还没去收拾 就是还是这个富士卖的最好 秦冠和富士 赵志科今年54岁 静宁县渝湾乡寒淀村人 2007年 当地乡政府鼓励农民发展苹果产业 赵志科率先在自己的拾母地里 全部种上了苹果树 他的果断和魄力 让自己从此走上了致富之路 每年我都会到这儿来采摘 感觉怎么样 这儿的苹果各大行政 色鲜味美 老人小孩都爱吃 一天一克苹果健康半一身 你好您是来这儿收购苹果的 是的 您是从哪儿过来的 从上海 上海过来的 是每年都过来 还是一年来几次吗 每年都过来 因为我应该是长期在这边待着 就住在这儿了 对 因为我们每年发货量比较大 每年能收多少吨 我今年计划是5000吨 2010年 赵志科靠卖苹果 成为全村第一个年收入超过3万元的人 尝到了甜头的赵志科 并没有忘记同村村民 他不断向大家提供 最新的苹果种植技术和优良品种 极大的提高了苹果的质量 在赵志科的带动下 村民人均增收2000元 同时让20多户村民走上了脱贫致富的新路 咱们大概种了多少亩苹果呀 大概十亩 十亩 那咱们每亩能多少斤 一亩大概一个四千斤左右 四千斤 那大概就是一共是四万四万斤 四万斤 咱们每斤苹果的单价是多少 每斤大概一个三块七八 三块七八 那一年就差不多是十五六万 十五六万 我看咱们还有采摘 对 一切的这些块 一年大概这个百分之十左右 大概一个三四千斤 三四千斤 这小铁价格高一点 就是每天大概一六块左右 六块左右 在静宁除了苹果的鲜果 深加工也是静宁苹果产业链上重要一环 这是什么苹果 这是富士苹果 富士是吧 富士苹果 对 加糖了吗 没加糖这么甜 对 原汁原味 你们是卖苹果汁的是吗 对 以苹果汁为我们的制药产业 几个品种 有七个品种 总共是 都是以苹果为 对 以苹果为所有原料 当地的洪富士 生产的过程中 我们保持原汁原味 不加糖不加水 百分之倍的原汁原味 他叫刘晓峰 在他的货架上 摆放的这种苹果汁 不是我们所熟知的鲜榨醇果汁 它是经过发酵而成的 这样的果汁入口更绵密 营养更丰富 为了了解这种发酵果汁的制作流程 我们特地去了趟刘晓峰的生产车间 刘总 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制作果汁都分哪几个步骤 好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是我们首先平衡来之后 有两道清洗 这是第一次清洗的水池 清洗完之后 通过这个古道上去 到这边是第二次清洗 上洗之后 在那边甜点打浆 要酸洗一次 减洗一次 最后要重水再洗一次 我每一天的制水 要制24种重浸水 就是类似咱们人营用的重浸水 24种重浸水 就是专门洗管道用的 你看那边的水 洗管道都用纯旧水来洗 那个重浸水 咱们水便就可以喝了 那真是干净 如今在刘晓峰的不懈努力之下 发酵苹果汁摆上了超市货架 走进了寻常百姓家 再次展现了净宁苹果的别样风采 我们现在合作社的能够百分之三十 有百分之七十是收购果能的 就从咱们的果能收购的 收购的 对对对 那大概能要收购多少吨呢 一年 七千吨左右 我们自己能满足三千吨 目前刘晓峰的发酵苹果汁 年生产一万五千吨 实现销售收入六千七百五十万元 解决就业岗位一百三十五个 对于促进净宁苹果就地加工转化增值 进一步延伸国品产业链条 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 在中国首届苹果产销峰会上 商家直播平台搞得是红红火火 但要说起在净宁做电商平台的第一人 就不能不提到王志伟 2006年 为了给乡亲们探索出一条苹果销售的新路子 王志伟的中国净宁苹果网正式上线了 网络及时发布净宁当地国品企业的供货信息 和各地经销商的求购信息 网站建成初期 每天的访问量便达到了五千多次 当年共促成广东 内蒙 重庆等外地200多家客商 与本地苹果生产企业完成交易额一亿多元 之后 王志伟又借助淘宝 天猫 微信等平台 销售出4万多箱苹果 那咱们这个分减器是一个什么样的原理呢 这个对大小的苹果呢 在不同的电子秤上面呢 进行称重 然后通过传感器呢 传到整个指挥中心 然后再进行不同的出口呢 进行锋利 那那个传感器在哪啊 传感器就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称出来了 然后按照大小不同的规格 分别进入这几个 对对对 按提前设定的程序呢 进行锋利 一个呢 就是说 通过智能化 机械化的水平呢 让整个国品的包装 风险呢 能够规范 标准 第二个呢 通过这个机子呢 能够解放人力 这台机器呢 能够顶贴20个人的这个工作量 能省20个劳动力 对对对 医生只做一件事 一心一意做苹果 这是王志伟为自己立下的目标 这个目标看似很小 小到只围绕苹果这一种产品而展开 这个目标却又很大 大到整合了全产业链 从苹果的科学种植研发 改良果品的营养及口感品质 保鲜储存及运输环节的创新研发 新型的线上直营售卖方式 直到消费者吃到安全好吃又营养的苹果为止 我们到冷库来看一下 来 看一下 闻到一股浓浓的苹果香 对 这个温度大概有多少 库内温度大概是零下二度到四度之间 这么冷它苹果不会冻冰吗 整个库内的环境是低温状态 呼吸和生长 所以在这个环境里面更利于它的出从 保鲜是吧 对 那它大概能保鲜多久呢 咱们近期苹果极耐出从 能保证一年时间的整个的果品的硬度 它的口感保持它原有的风味 不受影响 所谓有一点变化 但是呢 相对来说 它的反应变化 不大 要慢一点 慢一点 等于是一季产果四季销售 对 是吧 那咱们这个冷库大概能储藏多少吨呢 整个冷库的储藏规模是一万冬 整个一间呢 达到五百栋左右 好 特别凉 这苹果 这个从树上采摘下来以后 24小时之内 已经就入到库里面了 要保持它的原有的这个活性要不变 所以这个环境呢 储存效果非常好 来自大山深处的静宁苹果 将借助王志伟的流量资源和互联网平台 缩短从田间到餐桌的距离 拉近消费者与原产地的距离 实现从产品经济到品牌经济的飞跃 这是咱们的农村电商体验馆 在当前的乡村振兴阶段呢 我们进行贫图产业发展了 采用国有平台加龙头企业加合作社加龙户的经营模式 千家万户的龙户呢 负责整个果园的种植 合作社呢 进行一些标准技术基地的一些管理 然后龙头企业呢 负责品牌的塑造和渠道的推广 通过这样一种模式呢 能够让进行品牌的产业发展 更上一个新的台阶 那咱们这个电商大概每年能销售多少吨出去 咱们整个企业呢 电商呢 也能够做到三千多 这个料 外墨呢 这一款能做到四千多 十月是静宁苹果上市的季节 一车车苹果被打包成箱 随时准备送往全国各地 这个时候 对于静宁这家纸箱厂而言 苹果丰收之际 也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这个纸箱的原材料都是什么 租哪进的货 这是香板纸和瓦轮纸 我们有自己的原纸生产公司 所以这个纸是由我们自己的原纸生产公司来的 自己生产的 对 对这个环保性有什么要求吗 对环保非常严格 因为我们造纸呢 是从废纸加工成原纸的 废纸到原纸这块对环保的要求非常高 而我们自己呢 也有自己的环保站 有污水处理系统 是完全全符合国家标准的 而到了包装这块呢 我们是用的是非常环保的油墨材料 所以没有任何的味道 也是非常的环保的一款包装 就上面一面这儿也都是环保的油墨是吗 是环保油墨 真的 一点闻不到味道 徐岳霞今年30岁 从事造纸和包装产业 从1996年建厂以来 整个静宁的苹果包装纸箱 有40%都是它的工厂生产提供的 光去年一年 徐岳霞就提供了近1000万只苹果纸箱 那咱们整个一个只需要加上所有的成本 一个大概卖成本是多少钱 这块的话要4块1毛多了 那咱们给这个经销商呢 其实就为了扶持我们当地的苹果产业 我们这块几乎是没有一例 就按成本价销售 到经销商这块是4块2 那地很薄 对 近年来依托静宁苹果这一优势主产业 出现了一批以纸箱包装 果实套袋等为主的包装配套型企业 它们的纸箱生产能力达3.3亿平方米 它们在助力静宁苹果 远销国内外市场的同时 还提供就业岗位2万多个 实现经营性收入约8亿元 成为静宁经济发展不可或缺的一环 目前是静宁皮股公司在新三板挂牌上市 这是目前我们发展出口国费企业是酒户 在北上广升一线城市开办直行店是28家 外贸出口东南亚中东欧美19个国家和地区 去年的闯会是19.9亿元 经济苹果产业呈现了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 现在建成了北岸五苹果大县 这40年来 苹果产业是19.6万人脱了苹 11万学子元的大学们 静宁县今年的国品总产量达到85.6万吨 预计总产值将达到48.6亿元 小苹果大产业 静宁苹果真正成为了静宁人民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致富果和幸福果 美国大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